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壞消息 看来美国的疫情 可能帮到特朗普 做多四年总统 你说这个是不是世界的恶梦 为何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 会帮到特朗普的忙 有三个理由 说下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 美国有足够多的呼吸机 第二就是 美国举世无双的生产力 而第三就是特朗普的胆息 特朗普空口说大话 和扭横折曲的功力 肯定是世界冠军级数 大家可以真的不喜欢特朗普 但你必须承认他是一个赌徒 豪赌当然是他的专长 这一波可能又被他拼搏 看来灾情之后 世界依然空险 首先大家要听听和信数据 美国ABC News和Ipsos Poll 曾经做了一个民调 看看美国人对特朗普 治理疫情的信心和支持图有多少 十日前支持他都不到一半 只得百分之四十三 谁知十日后的今天一条 已经过了半数了 目前支持川普是百分之五十五 反对的是百分之四十三 刚刚扭转了 相反了一个礼拜前的劣势 冠状病毒疫情下 成是呼吸机 败也是呼吸机 虽然美国每日以超过二万宗新症 继续高企全球最大疫情国家 截至香港时间周五 确诊数字总数 在美国已经高达二十四万五 快到二十五万 声势虽然这么急 但美国还有足够力量 来应付灾情 大家要先看看病毒的特性 根据病例资料 大概二十至三十个百分之四 的患者病情严重 换句话说七八成人 就很轻量 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便可以出院 这二十至三十个 严重患者要做什么 一定要入住心切治疗部 这二三十个百分之四十 有四十七至七十个百分之四 就要用呼吸机才捱到下去 我们计计数 用最坏的预算 即是三成的患者 要入心切治疗部 其中的七成要用呼吸机 即是多少 三成的七十个百分之四十 三七二十一 即是二十一百分之四十 一百个患者 就有二十一人 是要用呼吸机来维持生命 大家明白病毒感染去到心的时候 就会严重减低病者的肺部功能 呼吸不了 人就死了 唯一解决方法 就是用呼吸机 人工取代肺的呼吸功能 接下来 就看病人本身的抵抗力 好的就慢慢康复 如果不是的就死了 也解释了 为什么死者大多数是老人家 或者有其他慢性的病患者 美国是有十八万部呼吸机 即使计算地区错配的可能 例如纽约州不够加州那么多机 就是这些问题 基本上目前的数目就是 有一百个患者 美国是有八十部呼吸机 距离缺机危险的情况 还有很多空间 计算今天 就算有二十五万个患者 来计算 最多只有二十一百分数 是需要用呼吸机 即是五万三千部左右 都不到美国的呼吸机 总数三分一 所以可以说 美国现在还有很大力量对抗疫情 所以现在看上去美国就好像很大风险 但计数之下 疫情是可以控制范围之内 亦都解释了 为什么美国疫情的死亡率 只是2.4%那么低 相比之下 意大利有多少个呼吸机 五千个 但它有多少患者 超过十一万 死亡率就变成超高的十二个百分比 差不多有万四人死了 还发生了很多老人家呼吸机被抽走 转救年轻患者的悲剧 中国又怎样呢 中国有八万二千个患者 死亡比例是三点九个百分比 虽然我们没有中国有多少呼吸机的数字 但我们相信的遗数都不是小的 所以死亡率是大大低于意大利 西班牙这些缺机国家 在二次大战时 日本曾经自探 对着美国战争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生产续航力 当年日本每损失十架战机 国内只可以生产两架三架 但美国可以生产几倍它所损失的飞机 所以日本必败 家人最后没有空军 没有飞机 大家直到今天为止 还未计算美国 还可以有生产几多部呼吸机的工业力量 生产飞机都不是问题 何况是区区一部呼吸机 这样计算 美国的生产力可以保证到 每一个有需要的患者 最少有三甚至四部呼吸机可以用的比率 直至到疫情消减为止 当社会停摆加大 减低了疫情扩散 少了扩散 患者自然少了 到时死亡率只是可接受的2.5% 灾情是否可以慢慢停下来 大家又想想 现在美国大约有二万多人确诊 死亡人数大约是六千左右 算下来 你说美国最终因为新型肺炎 而死10万人 是否已经高估了的数字 但川普不是这样说 他不停提出 美国如果什么都不做 最终会死220万人 这个惊人数字 那怎么解构呢 好 我们和他玩数字游戏 要死220万人 美国每日最少要多少人确诊 百多二百万人 才会出现这个机会 但你想想 特朗普提出220万人死亡 其实他是否空有成竹 明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就是特朗普的管理期望 managing expectations的手段 他说美国人什么都不做 死亡人数高到220万 但在他领导之下 最终死亡人只有10万人 甚至更少 他的团队不是做得很好吗 这样说法 就是救了二百多万条人命 而不是在他大领之下 令到有10万个病患者死亡吗 你喜欢不喜欢 美国人就接受了他这个说法 所以他民望大声 当然也要看经济 二万亿元救灾基金 再加注又如何 不够印度为止 只要美国股市 没有大萧条息的惨跌 特朗普又会否被消为 救了亿万股民和大企业的救势主 这样说来 特朗普再做四年总统 是否真是一个可能 而不是一个梦想